这个 将叮咛的片啊 怼到了骨膜的表面 这个可能是最为常见啊 以前一直说过这个事 棉签呢 对耳朵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啊 除了捣乱来讲 起不到什么多大 有价值的啊 或者是说有医疗意义的一些行为啊 这些碎片呢 都是被棉签给推进去啊 完全忽住了 这就是拿棉签越掏啊 感觉耳朵越闷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大部分人用的这个棉签啊 相对外耳道比较粗啊 就这种单头的塑料杆棉签 棉签在耳朵里只有一个时候 可能会有一点作用 就是涂软膏啊 有一些软膏性的啊 因为你实在找不到医生给你往外耳道里 可以注注入啊 或者叫就咱们说的表花啊 其实我用软膏一般就直接用这个啊 复压信息的那个小管直接打进去啊 这个效果是最好的 但是很多没有这个条件用啊 那只能用推而其次就是用棉签擦 棉签擦的话也是用那种婴儿用的细面签啊 就是成人用婴儿用的细面签 呃可以把软膏啊可能能涂抹进一部分去 也只能仅仅是这样啊 而我们平时啊大部分比较便宜的这种药店里或者超市里买的这种单头的这种啊 塑料杆甚至有这边还有木杆的木头杆的这种棉签呢 不是在耳朵用的啊 这是一般就是擦体表用的 这种木头杆棉签啊这个头特别容易掉啊 这么多年碰到过好多这个棉签头掉进外耳道里啊 大部分都是木杆棉签导致的 这个就跟呃刷墙一样啊 把这个逆子全护在墙上了 用棉签一层一层的 那很多人就说耳朵痒怎么办 耳朵痒你得看啊 光达棉签管什么用啊 那边就跟个眼儿挠着的啊 没有什么实际的价值啊 有的人真菌啊 你每天门诊有大量的真菌啊 还有湿诊 那么还有其实更多的人的痒 呃跟真菌和湿诊都无关啊 那就是一个单纯的腕道骚痒啊 这种是我是按照真满虫处理啊 因为腕道口的这个区域有毛囊啊 皮肤有毛耳毛啊 毛囊里边经常有这种满虫的这种活动啊 在排除真菌和湿诊以后啊 可以使用一些啊 质满或者易满的一些软膏涂抹 甘打棉签就涛毫无意义啊 起不到什么有效的作用 反而容易捣乱啊 而且耳朵里啊 他这种定宁的少量的定宁碎屑啊 他是有一定保护作用啊 你清理的太干净了 有很多这个粉丝朋友过来啊 耳朵里真是清理的被脸都干净啊 那个反倒他觉得很不舒服啊 这个还算好弄的 这个还算好弄的 后边可以看到一些 呃 当然不一定都是面签的啊 后面可以看到一些其他的一些 呃 棉签的片啊 全部护在了骨膜表面 这个呢 啊 也是棉签捅进去的 捅到最深处的 这种块啊 我拿器械操作都费点劲 你说你拿棉签能把这种块给 勾出来吗 或者你拿外耳勺了 那么胡扯吗 那么嗯 耳朵里 嗯 没问题 你不需要做任何处理 真有问题啊 这种像这种东西 你自己也处理不了 所以还点上我们的小勾支 啊 镜头擦干 这个人有点油耳朵啊 我耳朵口这个 油性的叮咛分泌比较旺盛啊 好 看到骨膜完整清亮 打扫一下门口 好 下面两个是牛肉干啊 两个很久没见这种啊 牛肉干的 这个后期啊 这叫属于有先天有天分 哈哈 然后后期呢 呃 棉圈也加工过 中间可以看到这个凹陷啊 这个坑 是被棉圈捅的 这个人堵了好多年啊 一直不敢弄 自己也就这么 很多人就觉得很奇怪 说堵成这样 他听声音能听得见吗 能听得见 而且日常交流没有影响 所以说 我为什么说儿童的这个 叮咛 穿丝不要去 盲目的去 满干 就在这儿 这个叮咛啊啊 这个儿屎啊 或者 堵成这个样子 对他的听力所造成的影响啊 用机器检测能够看出来啊 因为空气这个传导会有大概降低15分贝啊 一般不会超过20分贝 我测过好多次 但是呢 呃 在这个 这种啊 下降范围 对日常生活的交流 一点影响都没有啊 他正常该干嘛干嘛 这是个年轻人啊 他体检 他也知道这个里边好多年了 但是他一直也是 呃 比较顾虑啊 这次终于鼓足勇气啊 因为老看视频就跑过来找我来了 这个跟平时的卫生习惯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这是个小姑娘啊 呃 好像二几岁一小姑娘啊 白白净净 这个更跟你平时掏耳朵这个习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形成这个样子 这本身的产量比较多啊 在里头堆积了 你自己根本也掏不出来啊 这个都都快成干湿啊 这个 还好 还是有一点呃 有一点点水分 还不至于干的 这是真的 啊 就是属于叫什么 那种钢签捅石头那种啊 增增冒火星啊 以前有的这个牛肉干真可以搭着这个效果 勾上去以后就 感觉真是给勾在石头上一样的 这个还算凑合了啊 就把前面这个弄碎一点 因为 如果直接往外拿 呃 确实也挺疼 他还能忍 这个还可以啊 这个成年人基本上能忍得住 他就是刚清理出来的头一段时间可能有一点感觉有点别扭 一下子耳朵被堵了这么多年 有一点点不习惯啊 声音听着有点大了 很快第二天就没什么感觉了 就跟以前一样啊 这之前说这个腕道胆指流啊 其实这个在耳雷镜下是极其容易分辨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有的就死活都看不出来 折腾人家一两个月两三个月飞从外地坐飞机来找我才知道 哎呀 真是服了 这个叮咛啊 你这个叮咛拴色啊 你不管堵的再多 你看这个满满当当 清理完以后 你看外耳道皮肤啊 除了有点红啊 有点擦红以外 外耳道皮肤好好的 一点事都没有啊 这个胆指流可就不是这样 胆指流的话不光外耳道的皮肤 连外耳道的骨骼都会受到挤压变形啊 那是这两个区别特别大啊 这内镜下稍微一动手一伸手就能看得出来 这人是两侧 两侧 双侧的牛肉干啊 双侧的牛肉干 这一侧也是啊 这个 这个叫什么 没有面签处理过的这个痕迹啊 据他说可能真是有 上学的时候好像就知道了 现在都已经工作了 当然传统啊 如果没有内镜啊 因为没有内镜 那就点药 点药性泡 泡软了 只要这东西就是一个普通的叮铃叹色啊 这个都能清理得出来 无非就是 呃几天啊 你是三四天还是五六天啊 然后泡软了以后 用最笨的办法 拿水龙头 不是拿那个 拿注册器冲水啊 拿注册器冲水把它冲出来啊 或者有的地方稍微好一点 那就拿 付加吸引器把它吸出来啊 但是像这种块啊 点完以后会很不舒服 你胀开以后耳朵会很难受 如果是胆指流啊 胆指流的话 一点药这个会非常疼啊 一点药会非常疼 叮铃的话 叮铃叹色的话 相对来讲 一般来讲 不是会那么剧烈的疼痛 但是会很闷很胀啊 所以我的习惯就是在耳内镜的操头下 啊 如果能配合直接拿掉就完了 这个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啊 大概这个人的话前后不到十分钟吧啊 不到十分钟 这个也是叫什么上顶天下顶地啊 但是这个是呃 不够结实碎了啊 碎了 当然这样的话 它也刺激性也小 因为那种顶天立地的硬块 如果直接往外取 有时候我耳朵 我耳道皮肤会有滑伤啊 会可能稍微有一点小小的这种出血 以前还有过用第二剂暂时把周边稍微润滑一些啊 把它润滑一点 不要霸王一上弓啊对吧 前注啊 闲出啊 这个钉钉拳色清理完以后啊 外耳道皮肤啊 骨骼这个形态一看就是正常 so easy啊 好便便搅搅还有点小碎末啊 打扫一点正常 个以前习惯就不管了啊 这种的钉钉拳色呢 绝大都是一生就一次啊 一生就一次 嗯后期 看一不看 没有明确的规定啊 有条件的话 就隔一两年看一次啊 有一些现在工作单位都有定期期检 每年体检 这个很容易判断啊 这个耳朵里有没有东西 像这种宽度的话 医生用额镜 不需要用耳内镜啊 我们耳皮疙磕这种脑袋上带那个孔的 那最最原始的啊 现在还有好一点的带头灯 用那个都能看啊 更换负物压吸引器啊 把这个 外耳道里的碎末啊 清理一下啊 像有针菌啊 有外耳道单指流啊 或者是哪怕你有过一些其他问题中而言啊 骨膜穿孔日常呢 就可以背一个这种简易的耳内镜啊 在内镜下 连接手机 这现在这个医疗 现在这个电子设备非常的好啊 这在十年以前二十年以前是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那个时候别说你们了 我们手里背耳内镜的都很少啊 二十年以前 现在呢 哎呀 算了 不说那么多其他的事 呃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啊 我们 下期 再见